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将与普京在25号举行会晤 23号 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号潜艇下水 该潜艇可搭载俄罗斯新式武器波赛东和鱼雷 俄媒称 该武器作战距离可达1万公里 可摧毁航母战斗群 蔡英文妄言大陆干预2020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国台办新闻发言人马小光回应称 纯属无稽之谈别有用心 日本2019年外交蓝皮书出炉 显示了对朝俄软化对韩强硬的态度 引发韩国抗议 首先来看今天的新闻眼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已经是于24号下午抵达俄罗斯 而这也是继2011年之后 朝鲜最高领导人时隔8年再访俄罗斯 那么这一次金正恩与普京总统将谈些什么 也是引起了外界的高度关注 我们来看报道 据朝中社报道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24号凌晨 呈专列启程前往俄罗斯 俄滨海边江区政府官网发布的消息称 金正恩的专列当天跨过朝俄边境后 于上午10点30分停在哈桑站 俄罗斯当地少女捧上面包和盐表示欢迎 在俄罗斯习俗里面包和盐是代客的最高领域 金正恩对欢迎人员表示很高兴踏上俄罗斯的土地 此次访俄不会是最后一次 这只是迈出第一步 据韩媒报道 由于朝鲜和俄罗斯的火车铁轨不同 需要更换转向架 因此金正恩一行在哈桑坐了短暂停留 24号下午金正恩乘坐的列车 抵达俄罗斯滨海边江区首府弗拉迪沃斯托克 为迎接金正恩到访 弗拉迪沃斯托克火车站此前已经清洗并愤刷隐心 远东联邦大学体育中心内 悬挂着朝鲜和俄罗斯国旗 还有写着欢迎字样的横幅 据韩媒分析 普京与金正恩25号的会晤地点可能就安排在这里 这是自2011年后 朝鲜最高领导人时隔8年再次访俄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23号表示 双方会晤重点将放在朝鲜半岛核问题的 政治和外交解决方案上 一名俄罗斯高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将考虑向金正恩提议重启朝核六方会谈 并已经向中国和美国进行了通报 对于与俄罗斯这一次的高层接触 朝鲜方面有几个层次的期待 首先当前在与美国进行政策沟通的进程中 遭遇到了一定的障碍 所以希望通过与俄罗斯的高层的往来 来调动朝美之间的关系 向美国更多的施加一些压力 而另外朝鲜方面看到 从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的决议中的制裁的措施 其实是限制了朝鲜对外经济合作 所以此次希望俄方在减刑对抄制裁的方面发挥作用 而另外对于朝方来说 未来要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 要寻找合作的伙伴 俄罗斯是必须关注的国家之一 双方也会探讨一些 关于未来经贸合作潜力的问题 而俄罗斯更多的是希望通过与朝进行接触 向美国释放重要的信息 就是在一系列重要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上 俄罗斯仍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希望美国了解俄罗斯大国的地位 以及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 朝鲜前领导人金日成 金正日都曾到访俄罗斯 而金正日2002年访俄的地点 也是俄罗斯托克 韩国媒体认为 在与普京会晤后 金正恩有可能追寻 其赴金正日2002年的访俄足迹 到访当地工厂和旅游景点等 此次朝俄首脑会谈 双方会谈的一体引发关注 据塔斯社报道 在俄方代表团名单中 除了俄罗斯副总理 还有外交部长 交通部长 远东发展部部长 铁路公司社长等参加会议 媒体由此推测 朝俄首脑会谈 可能会讨论 包括提升交通水平在内的 经济合作问题 朝鲜和俄罗斯目前谈经济合作 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的方面 对于俄罗斯来说 能够打通俄罗斯与朝鲜半岛之间的 经济的入境 应该是俄罗斯目前发展的 非常重要的意义 而打通路径分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铁路和公路的互联互通 而另外一个方面是能源的通道 当前在面对西方不断施压的背景下 向东看更成为了俄罗斯的政治上的选择 而对于朝鲜来说 韩国一度希望能够通过朝鲜 与俄罗斯之间进行联通 这样的一种政策的走向 也是当前朝韩合作 尤其是发挥互联互通 这种连接作用的一个重要的契机 所以朝方也希望与俄罗斯进行相关的探讨 对于朝俄峰会 美国方面也在密切关注 本月17号到18号 美国国务院对朝政策特别代表 罗斯蒂芬比根到访俄罗斯 分析称美国派比根访问莫斯科 是为了打消俄罗斯在半岛核谈判中 被排挤在外的忧虑 并与俄方协调立场 美联社称 金正恩带去朝俄首脑会谈会场的愿望清单中 可能包括摆脱制裁束缚的愿望 美国担忧核内会谈后 一直强调的国际社会对朝制裁会出现裂痕 确实当前对于朝鲜来说 能够部分的减轻外部的制裁措施 是朝方的重要的努力方向 也是朝鲜目前正在做的一种尝试 希望借此来试探其他国家 包括美国的对朝态度 但是当前首先要看到的是 任何国家与朝鲜进行经贸往来 恐怕都要受到联合国安理会 相关制裁措施的限制 朝方很难打破这一笔线和红线 其他国家也不会贸然做出意外的举动 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框架下 尽管俄罗斯是支持某种程度 减轻对朝制裁 但是美国目前的政策 红线仍然是非常清楚 就是不希望在朝鲜完成 契合目标之前减轻对朝的压力 所以目前对于朝鲜来说 移出制裁基本上是一个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为了保持对美国的战略和威慎能力 俄罗斯是不断地在研发新式的战略核武器 而近日呢 一款名为波赛东的末日核鱼雷 就有一艘潜艇搭载着 已经是下水了 那美媒就直呼 末日核鱼雷离部署是又进了一步 来看报道 俄罗斯海军获得了第一艘能够携带独特武器 无懈可击的波赛东无人潜航旗的潜艇 这艘潜艇被称为比尔哥罗德号 于4月23号在北德温斯克造船厂下水 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过卫星电视宣布了仪式开始 比尔哥罗德号潜艇从造船台上推出 由于保密性高 记者们只被允许拍摄潜艇的一部分 它长184米宽18米多 挺身覆盖着厚厚的橡胶层 里面搭载的新型无人潜航器波赛东 则没有露出庐山真面目 俄方预计将于今年完成这一核潜艇的 核反应堆试验 气泊试验等相关后续工作 2020年交付俄海军 2018年3月俄总统普京在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时 首次向世人公开了波赛东无人潜航器 波赛东无人潜航器既可以携带常规弹药 也可以携带核弹头 作战距离可达1万公里 下潜深度1000米 能够摧毁各种类型的目标 包括潜艇 海军基地 甚至航母战斗群 波赛东核动力洲际无人潜航器 首先需要核潜艇将其进行水下投放 然后借助核动力装置朝着预设目标 自动进行洲际潜航 其航速可超过新式鱼雷 潜艇和某些水面舰船 且航行噪音较低 因此很难被现有的侦测手段发现 从现在来看的话 对于这型武器的依赖 体现出普京仰仗核武器 来为自己来提供安全的 这样一种长期的考量 那么对于俄罗斯说 它是无懈可击的 我倒有点怀疑 因为核动力 特别小型核动力 再加上核弹头 那么一路下来 会不会有泄露 会不会有些故障 那么一旦出现故障 带着大当量的核武器 它会对于一个国家造成什么影响 那应该灾难性的 我觉得俄罗斯现在 换有这种武器 主要还是要为自己壮胆 为跟美国博弈提供一种工具 俄罗斯军事专家称 俄罗斯研发无人潜航器的目的很简单 美国一直试图拥有海上霸权 摧毁存在多年的核遏制体系 通过在几乎所有地区 部署繁导系统获得军事优势 现在包括波塞东在内的新型武器 让这些努力都白费了 摧毁存在 防御建设 对于俄罗斯的战略核力量 构成一定的威胁和挑战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 俄罗斯不单单寻求 自己核力量的打击 扑防能力 更多的是寻求非对称的 这种应对手段 包括部署波塞东 来对付美国导弹防御 以及对美国构成威慑的 这种武器平台 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 这种使用也是俄罗斯不得以为之的一种选择 也就是说通过这种手段来对抗美国的常规力量 以及在核武器方面的优势 所以我个人感觉 对于美国来说 对于俄罗斯来说 现在又把较量的平台移到了海底 由于波塞东威力巨大 美国媒体将其称为末日核鱼雷 称俄罗斯人打算给波塞东装上核弹 在其他国家的海岸引爆它 让敌人遭到巨大的放射性海啸袭击 对此俄罗斯媒体反驳 这些猜测性分析纯属故意抹黑 众所周知 海啸是由海底或者海洋中的地震引发的 所以千万吨级的弹头爆炸 和七级地震的能量差不多 在理论上如果正确计算了一切 选择沿岸水底地形具有特点的合适进攻点 的确可以形成几十米高的海浪 不过这样的武器 与其说是有效的 不如说是非人性化的 它会造成巨大的生态损失 辐射所有生物 但不能摧毁敌人的军事基础设施 那么这一切意义何在呢 还有分析认为 根据目前俄罗斯海军的状况 俄罗斯海军唯一一艘航空母舰 目前正在大修 主力舰船都是小型的护卫舰和导弹舰 俄罗斯海军并不具备和美国正面对抗的实力 而俄 鱼雷等新型武器的研发 代表了俄军队未来战场的一种构想 据塔斯社报道 俄海军未来计划在北方舰队和太平洋舰队 分别部署两艘搭载波赛东的潜艇 每艘潜艇最多可搭载八台 该型无人潜航器 也就是说进入战斗值班的波赛东总数可能将达到32台 从目前来看的话 美俄之间的这种战略较量 已经纳入了大国竞争的重要渠道当中 双方都在准备使用核武器 这个应该是没有太多的质疑的 那么从未来来说的话 俄罗斯实际上就希望通过这样一些非对胜的 但是呢 有威力巨大的手段来遏制战争 来支撑起俄罗斯大国地位 所以他部署也好 他试验也好 都是跟自己的国家战略 以及跟当前美国和俄罗斯进行全面的大国战略竞争有关系的 我个人感觉呢 这种部署呢 确实是非常危险 但是呢 俄罗斯现在既然走出这一步来讲的话 就是认为自己在各方面呢 稍息于美国 所以他要采取这个手势加以对抗 所以大国竞争呢 已经到了准备核大战的这个境地 再来看看台湾方面 自郭台铭宣布角逐2020之后 国民党内是台风寒流对撞 而另一边的民进党 蔡英文甚至妄言 他不相信大陆没有从中干预 对此国台办新闻发言人马小光强硬回应 此时此刻 我没有办法参加 现行制度的初选 就选不选2020 高雄市长韩国瑜 23号做出上述表态 并同时批评国民党是密室政治 长久以来政治权贵 热衷于密室协商 已经离人民越来越遥远 据TVBS报道 韩国瑜所指的权贵除马英九外 还有吴敦义和郝龙斌 而就是这场会面 让众人将郭台铭拱出来参选2020 甚至颁荣誉状 为郭台铭的党籍问题解套 如今的韩国两手操作 令韩国瑜不满 就在22号晚 韩国瑜妻子李嘉芬语出惊人的说 背后被开枪的感觉很不舒服 对此言论 国民党主席吴敦义随即回应 没有什么权贵不权贵的问题 没有一个人有开过他的枪 而对于韩国瑜的权贵政治密室协商的批评 郭台铭表示 他在宣誓参选这几天深有同感 呼吁党中央在初选制度上开大门 走大路 尽快全面公平公正公开决定初选规则 郭台铭还说他一定走完国民党初选 这个郭先生他是这个大开大合 而且大气大度 那所以说呢 他也觉得说如果这个韩市长 他不愿意参加初选 我们还是应该要给他一点机会 也不是说他讲不愿意 那咱们就走另外一条路了 那我觉得这一点呢 也是留有余地 这个是我觉得相当好的做法 有分析认为韩国瑜的声明 等于又把球踢回到国民党高层 联合晚报称 韩国瑜已经在声明中表明了 愿意选择有条件承担责任 接下来就看党内高层的智慧 能否设计出一套 让韩参选师出有名的机制 且提出有力的论述 说服广大民意支持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 在4月17号宣布参加 国民党内总统初选 在那一天 他的网络声量 冲到了九万两千六百八十二笔 比起高校首长韩国瑜的 四万零七百四十七笔 远远高出了一倍 但是郭台铭的突袭式参选 引发了韩粉一波不满 谣言如果是郭台铭出现的话 就不会偷给他 东森新闻云最新民调显示 韩国瑜支持率为百分之二十六点二 郭台铭以百分之二十四紧追起后 王金平和朱立伦分别为百分之七点七 即百分之六点五 即使台北市长柯文哲参选 国民党无论推出韩国瑜还是郭台铭 都可能赢过柯文哲 蔡英文竭赖清德 民调同时表明 如果国民党党内初选 最后竞选的只有郭台铭和韩国瑜两人 有百分之三十一点二的受访者 表态支持郭 百分之三十点九 表态支持韩 若韩最后决定不参选 在原本支持他的受访者中 有百分之四十一点七 会转向支持郭 百分之十六点七转向支持朱立伦 另外百分之十二点九 则会转向支持柯文哲 国民党内是台风寒流对撞 而另一边的民进党也是乱作一团 蔡英文未拼连任 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有媒体用耍赖黑寒杂锅概括他的一系列招数 对内蔡英文首思赖清德 公然讽刺其诚信有问题 甚至还拒绝民调 对外更是亲自上阵炮轰郭寒 质疑郭台铭把自己锁在大陆经济上 又揪着韩国瑜的台军向太监不放 两度呛寒 要他把话收回去 对于这些招数 岛内并不看好 中国时报评论称 为了拉抬民调 蔡英文正刻意将国民党潜在的对手 高雄市长韩国瑜和郭台铭 以及党内对手赖清德 均打成大陆同路人 但黑寒与杂锅虽可提高他的网络声量 却未必能使他的民调上升 目前蔡英文这个打法 我认为不一定有利 因为他还是需要中间选民的 针对蔡英文日前称 国民党候选人先后出现了韩国瑜 郭台铭的情况 他不相信大陆没有从中干预 国台办新闻发言人马小光 24号再次回应称 所谓大陆干预的说法 纯属无稽之谈 别有用心 我们已经多次强调指出 我们历来不介入台湾地区选举 民党当局啊 惯于散布污蔑之词 造谣抹黑大陆 现在美方有人照搬民党当局的 毫无根据的说法 是不负责任的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日本2019年外交蓝皮书23号出炉 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日本的外交蓝皮书显示了对朝俄软化 对韩强硬的态度引发了韩国的抗议 日本外交蓝皮书每年发布一次 与往年相比 今年的外交蓝皮书在谈及周边外交时 有许多细微变化 23号 日本外部省在内阁会议上 汇报了总结日本外交方针的外交蓝皮书 围绕朝鲜问题 蓝皮书中对朝鲜最大限度 提高施压力度的表述被删除 日本经济新闻认为 此举显示出安倍政权一定程度的态度软化 与朝鲜达成妥协 本年外交施争的内容 是北朝鲜最新的政策 与此同时 2019年版外交蓝皮书 还删除了北方四岛 俄成南千岛群岛属于日本的表述 反而强调日俄关系 是最具潜在可能性的双边关系 独卖新闻认为 安倍政权此举旨在推进领土问题谈判 对此俄方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日本外务省发布了外交蓝皮书年度报告 在新版本中 关于俄罗斯需要归还南千岛群岛四个岛屿 日称北方四岛的论点已经消失 俄媒分析认为 有关日俄争议岛屿的表述 在日本2019年版外交蓝皮书上 仅写明两国目前进行谈判 希望以此解决领土问题 并缔结和平条约 这说明日本并不希望 与俄罗斯在该问题上 三番五次的针锋相对 不过与对朝俄的软化态度不同 今年的蓝皮书显示出了 对韩的强硬态度 日本外交蓝皮书出炉文中 与韩国有关的内容充满了敌意 而对朝鲜和俄罗斯却软化了态度 2019年日本外交蓝皮书中 再次提到了日本对独岛日称 主岛拥有主权的主张 提到了韩国国会议员登岛一事 此外还反映了因去年 韩国法院判决日起赔偿韩国劳工案 以及韩国军舰使用火控雷达 照射日本巡逻机等问题 而恶化的日韩关系 据韩联社23号报道 韩国外交部当天 对日本2019年版外交蓝皮书中 关于韩国的内容表示抗议 更多资讯来看一所说了 近日印度卡纳塔克邦芒格洛尔市 举行了一场传统火把大战 数百名信徒聚集在杜尔加神庙前 互相投掷燃烧的棕榈叶火把 以此表达对印度尚武女神杜尔加的敬意 按照传统 信徒们被分为两队 相距15到30米 每人投掷5次 整个大战持续约15分钟 随着战况升级 街头人头传动 空中火光四溅 激烈程度可见一般 近期日本北海道札幌市 不断有熊出没街区 吓坏了当地居民 从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 一头熊正徘徊在交叉路口 可能是不习惯人类的居住环境 它紧张地四处张望 随后横穿马路消失在夜幕中 而在另一段视频中 这头熊被一辆汽车追逐着 奔跑在居民区街道上 它一边狂奔 一边回头观望 好像在确认汽车是否跟在身后 对此警方呼吁当地居民提高警惕 请勿夜间独自出门 俄罗斯圣彼得堡发生了一起 违规攀爬事件 23号凌晨时分 两名俄罗斯男子在违反规定的情况下 私自爬上了当地喀山大教堂的圆顶 登上了镀金十字架 并用无人机拍下了攀爬全过程 据俄国家台报道 这已不是他们第一次作案 此前还爬上过当地著名 阿尔米塔什博物馆屋顶 里的保罗要塞的尖顶 甚至在青铜骑士巷上烤过肉串 目前警方已根据监控展开了调查 据《每日游报》报道 近日英国极限运动爱好者阿德里安·欧文 在崎岖山路玩越野摩托时 不幸坠下15米深的悬崖 她头盔上的摄像头拍下了惊险瞬间 只见欧文驾驶越野摩托高速行驶在颠簸的山路中 可能是对道路的误判 没有意识到前方尽头是悬崖 直接驾车冲了过去 随后翻滚坠落地面 索性救援及时 欧文身体多处擦伤骨折 没有生命危险 据韩媒报道 三星电子公司官网发布消息称 原定26号上市的折叠屏手机 因大面积出现屏幕闪屏黑屏 甚至手机完全不能使用的情况 决定推迟其在北美地区的上市时间 三星表示将对测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做进一步测试 何时发布会在几周内再次通知 对此有观点指出 韩国企业为了抢占市场太过心急 而在此情况下 中国华为折叠手机7月发售的计划不变 近日非洲一名动物管理员 与大猩猩自拍的照片走红网络 当时这名管理员正在工作区自拍 结果其身后冒出了两只黑猩猩 一只双足站立 侧身骄傲地看着镜头 另一只可能是担心被男子挡住 还稍稍将上半身和头前倾把脸露了出来 表现得非常自然 报道称这些大猩猩平时和工作人员接触多 时常会模仿人类动作 日前在印度比哈尔邦的哈吉普尔镇发生了一起恶劣抢劫事件 一名印度青年从银行取出贷款现金后 就遭到两名飞车党骑车抢劫 从附近监控可以看到 被抢劫者奋力反抗 紧紧抓住钱贷不愿松手 而两名劫匪却开足马力驾驶摩托 硬生生拉着带子将其在路面上拖拽了上百米远 最终抢走了25万卢比 约合人民币2.4万元现金 新亚洲文天下 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